一下题型是一二维连续型的随机变量 这个问题同样的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是一个必考题 分值也特别高 一般都要在6到12分 更可能出现的是8到12分的一个大计算题 重视起来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关于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 我们要记住哪些公式 首先这个fxy 它表示的是xy的联合概率密度 连续型的我们要用积分计算了 那么这个联合概率密度 x从负物穷到正乎穷 y从负物穷到正乎穷 上的二重积分 它应该是等于1的 也就是概率和等于1 回忆一下高数或者微积分中 我们学过的二重积分怎么计算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二维连续型 随机变量的边缘概率密度 x的边缘概率密度 它就等于联合概率密度 对于y在负物穷到正乎穷上的积分 而y的边缘概率密度 它等于对x在负物穷到正乎穷上的积分 记住了 x的边缘概率密度 它是对y积分的 y的边缘概率密度 它是对x积分的 好 记住这一点就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条件概率密度 也很简单 在谁发生的条件下 分母就是谁的边缘概率密度 上面分子都是联合概率密度 最后独立性 还是跟之前同样的道理 如果它们相互独立 它的重要条件就是联合概率密度 等于它们的边缘概率密度 相乘 好大家看到这里可以暂停一下 看一看或者记忆一下这些公式 一会儿我们直接看题 好我假装大家已经暂停看过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例题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例一设二维随机变量的联合概率密度 是这个的 很显然这是一个连续型的 二维连续型的随机变量 让我们求一下参数k 和一维里面的一样 让我们求参数的这种题 全都是利用内力条性 概率之合为1 好我们看一下二维的怎么算吧 我们刚才说了二维的 我们是不是要算它的二重积分等于1 1等于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 x的曲值范围是多少 0到3 这是dx 然后y我们看它是大于0的 是不是是0到正无穷了 就相当于啊 然后后面的概率密度是什么 k乘以e的负三分之y次方 后面dy 我为什么这样写啊 因为我发现这个背基函数里面只有y 所以我把x提到前面去了 可以这样写 那这个呢我们计算一下吧 0到3x积分是不是直接就等于3写出来了 然后k我们也可以提出来 后面呢 如果我们想把dy变成负的三分之y 前面是不是要乘以一个负3呢 然后后面的积分是不是就是e的负三分之y啊 这是从0到正无穷的 带进去正无穷带进去 e的负穷次方是不是等于0 再减去0带进去等于1 也就是整个就应该等于负1 跟前面乘起来 应该就等个等于9倍的k 那好了 9倍的k我们知道等于1 那么是不是很容易推出来 k就应该等于9分之1啊 这样第一问我们就算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问 让我们判定一下xy是否相互独立 相互独立的条件是不是联合概率密度 它要等于 它们的边缘概率密度乘积啊 这样呢我们就要分别计算一下 它们的边缘概率密度了 我们先来算一下 x的边缘概率密度 它等于什么呀 它等于负无穷到正无穷 fxy 它对于y的积分啊 一定要记住它是y的积分 对于y的积分 我们先看y大于0的时候 它是有这样的取值啊 在这个情况下 也就是x大于0小于3的情况下 y它是0到正无穷的 我们对于y积分也就是0到正无穷 然后k算出来了等于9分之1 后面1的-3y dy 它等于什么 这个积分我不给大家算了啊 这个积分算出来应该是等于3分之1的 这个时候是在x大于0小于3的时候 其他时候不用求了就是0 这样我们就计算出了x的边缘概率密度 我们再来算一下y的边缘概率密度 y它应该等于负无穷到正无穷 联合概率密度 对于x来积分是吧 同样的道理 x的取值范围是多少啊 是0到3的 对吧 同样9分之1 e的负3分之y此方 dx了啊 这个积分算出来它是应该等于3分之1 e的-3分之y此方的 这个时候y是大于0的啊 在其他的时候等于0的 好x和y的边缘概率密度我们都求出来了 我们把它们乘在一起看看等于什么 我们一计算其他时候都等于0 在x大于0小于3以及y大于0的时候 它就等于这两个相乘 一乘等于什么 9分之1e的负3分之y此方 这是在x大于0小于3 并且y大于0的时候 其他时候都是等于0的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正好就等于我们的概率密度 fxy啊 它就等于fxy 正好满足了独立的条件 所以我们可以说x和y 它们是独立的 这样第二问我们也就证完了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第三问 第三问让我们求什么 第三问让我们求概率py小于等于x 让我们求py小于等于x 我们先来画一个图 让我们求y小于等于x 我们是不是也要用积分去算呢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积分区域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画出这个图 这条直线是y等于x 那y小于等于x是不是图中这个阴影啊 我们看看这个x的曲质范围是0到3的 那y的曲质范围呢 是不是从这条线 y等于0一直到这条线 y等于x啊 那我们要求的这个概率 它是不是其实就等于二重积分 y小于等于x的这个积分区域内 它对于这个联合概率密度去积分呢 那刚才我们分析过了 我们写成二次积分 x是不是就是0到3呢 dx 那这个y呢 是从y等于0到y等于x的啊 后面背积函数是1九分之1 e的负三分之y次方 后面dy 这个积分我不给大家细算了 它求出来应该是等于e的负一次方的 好我们再来回忆一下 这种题是怎么求的 让你算这个范围内的概率 也就是在这个积分区域内 对联合概率密度进行积分 那我们首先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分析出 它们的积分线是什么样子的 不好算的话 我们就画出图来 后面的积分 大家一定要回忆一下 二重积分是怎么求的啊 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一二它是二维随机变量 xy的概率密度函数是这样的 第一问还是让我们确定一下常数c 这个题我们看一下 这个区域给出的形式有点复杂 并不是说x是哪个范围 y是哪个范围 而是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一个范围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图画出来 好我们看一下这种区域的图怎么画呢 如果我们不会画呀 我们就先不考虑这个大于或者小于号 我们就看等于号 是不是只有两部分 y等于x方和y等于1啊 那我们先把这两条线画出来 y等于x方和y等于1 然后我们看着y大于x方 也就是它上面的部分 y小于等于1呢 就是y等于1下面的部分 那么相交的区域 是不是就是图中阴影 这个像板一样的部分呢 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问 确定常数c 还是要根据那个公式啊 在这个区域上积分 x方小于等于y小于等于1 它对fxy去积分 那这个写成二次积分啊 x我们看一下 它是不是应该等于 这两个点应该是-1和1的啊 从-1到1 然后y呢 y这样过来 穿入线是什么 y等于x方 穿出线是y等于1 那写出来是x方到1 然后我们的背记函数 cx方ydy 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的背记函数 拆开写一下 c常数可以提出来 -1到1 这是xx方 dx 后面y是x方到1 ydy 然后我们先算它 再过去再把整个算出来 最后我们算一下 我不给大家细算了 这个积分应该等于21分之4倍的c 21分之4倍的c 它等于1 所以我们可以推出来 c等于4分之21 好 第一问我们就算完了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问 让我们求边缘概率密度 fx x它的边缘概率密度等于什么呀 我们知道它是负无穷到正无穷 这个fx xy对于y去积分的 对于y去积分 y的积分线我们刚才是不是已经算过了 它应该是x方到1的 然后背记函数是什么 c算出来了 是4分之21x方y对于y积分 然后在这里 然后在这里x的取值是什么 刚才我们也算过了 它应该是-1到1的 然后其他地方都是0的 好 我们现在就算一下这个积分 它算出来应该是等于8分之21倍的x方 乘以1减x的4次方 这个是-1 小于等于x 小于等于1 其他是0 好 这样我们就把x的边缘概率密度求出来了 我们再回忆一下 对于y积分 y的积分线是什么 我们刚才在图上看出来了 它是y等于x方一直到y等于1的 然后背记函数不变 我们写过来 注意一下 它所对应的x的取值范围 这里应该是-1到1 然后我们只要把积分计算出来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三问 第三问是让我们求一个条件的概率了 让我们求x已知的条件下y的概率 好 我们写一下x已知的条件下y的概率 它应该等于什么 谁已知的条件下分母上就是什么 就是谁的边缘概率密度 对吧 分子上呢 就是它们的联合概率密度 而刚才这个x的边缘概率密度 我们已经求出来了 题目中呢 也告诉了我们这个联合概率密度 我们只要用它去除以它就可以了 我们计算一下 它最后应该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相除等于2y比上1减去x的四次方 记住这是在什么范围啊 是在x方小于等于y小于等于1的范围啊 其他的时候都还是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三问 不只是让我们求出这样一个条件 还让我们求出特定的x等于三分之一的条件下 那我们只要把x等于三分之一带进去 是不是就是可以了 它就应该等于把三分之一带到这里 那我们求出来是不是就应该等于四十分之八十一倍的y 而后面的范围呢 x平方三分之一带进去 就是九分之一小于等于y小于等于1 其他的同样的还是0 好这样关于这个条件概率 我们也计算完了 还是只要写出公式带进去计算就可以了 这个题目还有第四问 我们看一下第四问让我们求什么 第四问让我们求x等于三分之一的条件下 y大于等于四分之一的概率 它我们是不是先可以给它写成是 1-y小于等于四分之一时候的 在x等于三分之一的条件下呀 因为这个概率我们是通过积分可以算出来的 刚才我们已经求出了 这个条件概率它是什么 那它小于四分之一 也就是从傅无穷给它到四分之一 求一个积分就可以了 那它应该等于什么呀 1-去 傅无穷到九分之一都是零啊 所以这个就应该是从九分之一开始的 一直到四分之一 给它一个积分 它的悲基函数 四十分之八十一 y对谁积分呢 dy 这个算出来应该是等于1280分之六十五的啊 一减应该等于1280分之一二一五 当然这个题计算可能有些复杂 大家第一要记住方法怎么求怎么算 求谁的积分 让我们求这个概率的积分 那我们先找到它的概率密度函数 我们知道了 从傅无穷一直到这个四分之一的范围内 给它积分就可以了 这部分的题可能大家刚接触有些混乱 有时间的同学再多找几个题练习一下 而且这部分是必考题啊 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好这次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拜拜